网友在国发会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,要把台湾时区,由目前的格林威治时间,加8小时提前至加9小时,将会和日本与韩国同一个时区,脱离大陆的中原标准时间。 没想到才连数不到两天,今天也就是19号傍晚,就成功通过了5000人门槛,成案后相关部会,必须在两个月的期限内回应。 提案人表示,台湾在过去曾经属于格林威治时间加9,与台湾类似京度的南北韩也是,此外可以象征性的,脱离大陆的从属,间接让到台湾的陆客或是外国旅客体会到,台湾与大陆互不相从属的关系。 换时区的消息溢出引发热烈讨论,支持的网友认为,日光节约时间的好概念,提早一小时,作息将提早,早睡早起有意健康。 但投反对票的网友觉得是要多管闲事,加8小时不是大陆专用。 想换时区的话,把自己的装置的时区,改掉就好了,立马生效。 完全看不出改了时区,对人民有什么帮助,根本只是政治考量吗?